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2023年的国历2月5日 中国元宵节即将到来 人们都会趁此佳节赏灯吃汤圆 元宵节也是一年中 求财补财库的最佳时机之一 不只要吃汤圆象征圆满旺财 也能够到主寺天官大帝或财神土地宫的庙宇进行祭拜 可准备一个装168、668或888等极项数字的红包 放置于供桌上 同时抱上自己的名字及住址向神明祈福 祭拜后可以将此发财金做以下方式忘财 便可因努力工作为自己带来财运 1.2023年的财神位在南方 可将此发财金放置在家里或办公室的南方 2.随身攜带 3.存放在家里客厅斜对角长风聚气的财位 4.存放在保险箱内 5.安放在神龛上 汤圆的数字也有学问哦 今年云霄节汤圆要吃七粒 因为今年是2023年 将所有数字拆开 在11加种 也就是2加0加2加3 就会得到7这个数字 因此今年吃汤圆的最佳数字是七粒 这是可以获得北斗七星能量的数字 另外今年是兔年 在云霄节当天 穿上白色衣物也能帮助财运大开 但是在开心祈福的同时 也要小心避免触犯禁忌而到大霉 17个 云霄节禁忌 1.不可以借钱给别人 云霄节当日千万别借钱给别人 会把福气财气给借出去了 2.不可以斗弄鸟类 因为民间相传 云霄节的由来 是一位猎人先误设一只玉皇大帝的神鸟 玉皇大帝震怒要放火烧人间 因此家家户户在云霄节当日 才会放鞭炮点灯 象征人间已经得到惩罚 因此云霄节切莫斗弄鸟类 3.不可以争吵 云霄节为天官大帝的生日 因此家人朋友小孩不可以有争吵 以免触怒神 另外也别让孩子任性哭闹 孩子哭哭啼啼 会给家庭带来煤气 也容易造成在新的一年 小人口是问题等 无端是非找上门 4.不宜剪法与洗法 农历十六晚上 子时前 不要洗头剪法 因为法象征发 云霄节剪法象征财气被剪 剪头法代表断了发财路 恐怕整年都冲不了钱财 5.不宜杀身 云霄节那天为天官大帝生日 而天官大帝为三官之首 代表福星 福星下凡不宜杀身 另外 见血也象征不祥扼赵 会破财及招来血光病灾 职业为辞者则不济 6.不宜搬家 云霄节那天不适合搬家 因为会把福气搬光 7.不宜敲打房子 会把福气与财气敲掉 8.避免到海边 不要使用坚物 云霄节那天为临水夫人千秋 民间相传临水夫人因为立抗妖魔 而入水又失血过多 因此避免到海边与使用坚物 以避免见血 9.米缸不要见底 米缸不可见底 有断吹之凶罩 影响财运 10.不要弄破衣物 应该注意衣服不要弄破 否则容易一年破财 倒霉之兆 11.不要穿黑白条纹相间的衣服 穿黑白条纹相间的衣服 象征可能会坐牢 白及黑两个颜色也与死亡禁忌有关联 会适事不能如愿 12.家中不要太暗 室内昏暗也代表家里运势将暗淡 建议客厅保持整日明亮 可在大门口点盏灯或挂灯笼等 象征家里新年可圆满丰收 运势光明 因此古代在元宵日都会点灯笼 13.灯笼不要放在镜子前 灯笼不可放在镜子前面 以免招来邪气 因为镜子属阴 灯笼放在镜子前方 象征给阴间亡灵指路 14.吃汤圆时不可敲碗 因为在古代乞丐才会敲碗 敲了象征小心没有钱 晚上吃汤圆敲碗 也会招好兄弟来吃 要注意哦 15.不要吃冰 民间流传 寒丹爷怕冷 因此元宵日不要吃太冰 因为寒丹爷也属于五财神 吃太冰恐财富远离 16.身体疲弱 或运气差的人 应该避免到荒郊野外 坟地 灵谷塔等阴气 和晦气较重的场所 以免沾染晦气上升 17.云教节当天尽量避免看医生 除非病情突然加重 或先前已经住院 否则有经年病痛年年之招 家中有安放祖先神明的人 这天要记住 想要祈求健康人员贵人运的 可在元宵日早上五到七点 桃花时祭拜 想要祈求事业生乖招财 这可在早上七到九点 才酷时祭拜 祭祖一定要在上午 不要在晚上 要准备汤圆元宝 汤圆代表团圆美满 元宝代表招财敬宝 汤圆最好能够同时准备甜的和咸的 因为这代表阴阳 达到阴阳调和的目的 元宵节这天祭祖时 可以同时呼请诸佛菩萨财神 家中护法神守护神 以并借由这个机会祭拜 家中没有安放祖先神明的人 可以简单点还香 用呼请的方式祭拜即可 另外元宵节也是天官生日的上元节 是天官四伯日 这天要吃汤圆 想求人员好姻缘者 建议吃红色汤圆 想求财运者吃白色汤圆 若没有准备汤圆 可以以传统零食生人堂代替 因为生人堂里外有红白两色 与吃汤圆同聚圆满之异 此外职场上 若要选择合伙创业的伙伴 务必留意生肖互充的问题 检守加四和加六充的生肖配包 举例来说 今年兔年 属兔者与生肖鸡互充 且两者今年都犯太岁 最好避免一起工作 反之 如果和羊猪等生肖相合者一起工作 有望加成效果 再度提醒 元宵当日千万不要洗发及剪头发 因为发和发 发与相似 等于将发财运 福气姻缘等全部剪掉 想剪法的人建议提前会演后 千万不要铁齿